而我们在这次呢到新建的总场 把我颜凯泰对我个人来讲 我们很多采访团队都很爽 因为我们全部都坐在后座 然后我指的颜凯泰 你开车当司机 颜凯泰说好吧 他就上去开了 那可是他呢告诉我们他的管理哲学 过去我们听过许文龙 他的钓鱼的管理哲学 颜凯泰比他更厉害 他一天上班不到一个小时 他有一套理由 他说呢这才是值得投资的公司 而那天呢他最紧张的事情 我采访他的时候就是 那之后的周末 他要在台中和刘家长同台演唱 他偷偷告诉我 他说文浅 Everybody have a dream to be a star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梦 想要当歌星 所以中午的时刻 我们采访他的时候 他一接受完采访 很快的就跑去练歌 来看一下颜凯泰的管理程序 我只是跟刘老师很熟 刘老师就把我上次把我抓 刘家长老师很熟把我抓上去 那917 918他又要把我抓上去 我发现这个事情我紧张得要命 好像比开股东会还紧张 因为后来我自己在家唱歌 是完全没有压力的 发现要上台唱歌 那吓得真是腿都发软 在雨中我送过你 在夜里我吻过你 在春天我拥有你 在冬季我离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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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老板的歌手合约已经拿来了 你要不要签 他说 杨老板说 你可以不要坐汽车了 他不是要签 我非常感激杨董事长 杨老板 来签个月 让我脱离苦海 那个玉龙的陈总继 麻烦你跟他签个月 练歌 练歌晚上唱唱歌嘛 放松一下 以前的我的话 以前比方说 在1996 97年之间 那我是 一天八个十个小子自己干 现在的我不会 每天不会干超过一个小 在对玉龙汽车 因为如果现在的我还需要干八个小时 十个小时的话 那说明 过去20年我什么事都没做 可是我们就没有存在家 没有卖去33万台 通审 那是东风日常 我们在通审跟他合作 那上 今年已经卖60万台的轿车 上班人卖30几万台 上班人卖30几万台 是是是 那是东风日常 好好 那我要怎么打 很少看到像董事长这么授权 他就是整个大方向 他有他的构想 但是执行的话就交给 这个 我们这个干部去做了 那所以做起来来讲 我觉得空间很广 唯一你独尊 那这个企业就完蛋了 完全不值得投资 所以我觉得很多 很多investors要买股票 你要看他 然后CEO他下面还有没有另外一个 X Second CEO Third CEO Four CEO Fif CEO 这才是热投资 否则的话 那小子不见了 那整个公司不就垮掉了 所以 我一天一个小子 还是too much 照私信的讲 我讲真正信心的这个情况 真希望他能够 早点早点懂 但是我都觉得 离开距离太远了 我不知此想 但是想不到他现在能够 如我的愿能够来 这我真想不到 不要说媒体挑战出 我自己在天天 在挑战自己 因为你要知道 2003年 2002 2003事实上这个事情有动起来 但是我记得我还跟我妈说 这次是 玉龙中华一起来 他很高兴他抓了我手 这个 总算他这是他的梦 你知道最 做到最辛苦的时候 如火如土的时候 大概是2008年 那个时候我所面对的那个困难 那真是叫做天之道 那时候我母亲已经病了 而且病得还挺重的 那个时候 随时随地就要离开我们 那 这个品牌就正好在研发到 有一些困难 但是应该可以解决 钱要下去 要下更多 但是 玉龙中华那个时候 就下了 百以上已经 我这个人不会打牌的人 我不会打 我不会去赌场 但是 那次好像已经在上赌桌 要赌那么一把了 就必须要往前冲了 我不天天叮鼓家的人 我从来不去盯股价 股价要去雇 这是事实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把公司做好 公司做好股价就会好 我不会说 我现在好紧张 我被你访问的 平常 我平常没那么紧张 陈文贤你想很多 你看我今天 我今天为了这个interview 我连胡子都不刮 希望带一点那个charm 这张没有太久 你本人要把他站在帅哥旁边 没有本人去找他 不是我说他本人要把他站在帅哥旁边 还蛮有画面的 这张有差异那么大吗 可能那个摄影师是个女的 你对她的眼睛充满了柔情蜜 你跟我访问我是当然没有这个表情 这个摄影师 这个事情是个男的 那你更别走 但是女儿对你的传言不可能 你放心 绝对正常 我觉得大概 我父亲母亲的这个 在天之灵 也给了我不少力量 那就必须往前冲 因为这是 这是我们的dream 这个dream dream下去了 那就要让dreams come true 听了 听了